全球景氣沒動能 經濟時溫要小心 台灣經營經濟成長率 恐怕連保一都困難 台灣過去也三靠 導致仰賴出口的成長模式無以為繼 第一靠是靠出口 但2015年的全球貨品貿易量 出現反轉向下的走勢 第二靠是靠中國 台灣是全世界對中國經濟一程度最高的 中國成長減速 台灣第一個值得了 第三靠是靠電子 台灣電子資訊業的出口評價 大多屬於硬體產品 在原斷和物流網的趨勢下 硬體價值快速降低 全世界的需求都能減少 首先衝擊的是原物料出口國 英國經濟學院這股計 包括俄羅斯、維納瑞拉 以及馬來西亞、阿根底和印尼等 九個國家已經是紅色警戒區 接下來就輪到台灣、韓國、新加坡等 這些貿易出口國 這些亞洲經濟體 從1997年以來 出口產品複加價值的成長倍數 願地獄全球平均 例如台灣出口雖然成長2.7倍 但附加價值卻只提升1.2倍 在新興市場查證融融的現在 基金達人建議 可以投資被挫殺的標的 例如印尼和印度 作用人口紅利和龐大的內需市場 而越南的紡織業則是有加入TPP的利多 或是採取對開拉美 東歐的新興亞洲區域型基金